你覺得現在的市況就是24000點 之前大家看24600 接著24000 現在都跌穿了 你覺得下一個支持位其實會在哪裡 暫時去看的時候先看23800這個位置 這兩天始終都是收回23800樓上的時候 某程度上都有機會有一個支持度在 但是如果那個疫情方面真的有一個惡化狀況 再次令到環球的股市構成一個估額的話 變成很難計算到那個底部 因為剛才Wendy也有說到23681點 其實跟現在的相距也不是很大 當然現在看到期指在臨近開始之前 之前有跌就轉升的狀況 升了幾十點 黑旗那邊也看到一個的升狀況 似乎今天開市的時候 那個表現相對上應該沒有令市場那麼失望 但是如果不能夠上去24000點樓上收市的話 始終那個市況方面相對上都是比較疲弱一些 因此技術走勢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指標可以參考 因為基本上那些移動平衡線都全部跌穿了 我們就只能夠看一些過去的低位作為一個參考 如果除了10月的低位的時候 變成了再看已經要回到去年 就是疫情比較嚴重一些的狀況 就是3至5月的時候的狀況 因為已經穿了 今年已經在探底了 所以今年來說就不會再有一個底部 來作為一個參考 因為已經是一個新的底部 所以現階段我們去看的時候 就要去看回如果疫情就沒有一個惡化消息在 應該23800這個位就會有支持 到時就可以上網上24200到24500點這些位置 是的 是的 是 是 你是 是 是 可